原住民族传统智慧创作专用前申请案 日前在兰宇湘公所召开审议会议 邀请专家学者及原住民族代表进行审议 族人表示来以不少图腾被外地业者贩售 应该要有保护机制的建立 那就会阻碍一些就是说 你不能随便来使用我们的图腾也好 或者是我们有文化 就是很深层的文化 然后当作是你来做一些商业行为 然后让你的商品可以很好推销 来以传统图腾所产生的各式各样 观光纪念品及魂创商品在市面贩售 但业者很多不是雅美导物族人 像是这次提出申请项目之一 使用于槟榔角石的传统贝灰 就是考量到外地业者抄袭 我们在18年前就在附赠这个 可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就是不敢很公开的 弄那个过程 就是怕人家会操心 原住民族传统智慧 创作专用浅申请案 由Mata Nuttadala传言 以及Mabjik被挥两件 袁明辉表示 此次审议有取得共识 会将资料汇整后 再择其公告是否通过 原始新闻想把你打圣台东来语 采访报道 好 好 好